再來看日晚間最新 最近政府出手打炒房 立法院也三讀通過 平均地權條理修正案 增訂了禁止預售屋 轉換約的轉售 不過呢 日前內政部代理部長 花敬群卻是 他拋出了法條不溯及既往 讓立委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暴棄開槍 認為花敬群帶頭藐視國會 仍然扭曲法律條文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排排戰 大聲喊口號 向內政部代理部長 花敬群喊話 平均地權條例 條文修正三讀通過 禁止預售屋換約轉售 不過現在花敬群一句話 讓立委爆氣開槍 花敬群竟然公然取決法律 180度的法夾彎 表示說修法執行前 取得的預售屋合約 不受到這個限制 仍然可以轉售 天啊 法律的條文有這樣寫嗎 花敬群14號宣佈法條不溯及既往外界解讀 此舉根本是讓投資客全口氣 質疑政府真的有心打炒房嗎 裡面的這個炒房群大勢慶祝 裡面還有提到說部長到底是不是在幫忙炒房 我想這是他們充分的誤解 正告蘇貞昌院長跟花敬群部長 你們不惜曲解法令去護航建山 護航投資客真的是非常的無恥 花敬群大轉彎甚至祭出換約日出條款 炒房族群組內歡慶看在立委眼裡簡直快氣瘋 如果說你要做定這樣日出條款的時候 你消法的時候你要講 我們估計到的是 終究這個法案定下去 對於可能兩年前三年前甚至四年前 取得預售屋的人 他是完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 被我們做了這樣一個強力的管制 房價居高不下 買房族叫苦連天 好不容易政府出手打炒房 但能不能有所成效 還有待觀察 記者 綜合報道